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专业记忆体市场调研机构CFM快闪市场近日发表的数据显示。 2024年二季度全球,NAND Flash非译师性记忆体市场规模环比增长18.6%至180.0亿美元。 D-RAM一试性记忆体市场规模环比增长24.9%至234.2亿美元。 全球记忆体市场规模二季度环比增长22.1%至414.2亿美元,同比大增108.7%。 2024年上半年,全球记忆体市场规模达753.3亿美元,同比增长97.7%。 驱动记忆体市场复苏的原因,既包括此前两年市场过度下跌后的修复与回归,也有记忆体原厂主动减产及削减资本开支以推动市场供需恢复平衡的努力。 更关键的是,AI人工智慧算力基建需求,飙升给记忆体行业带来新的增长动能。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迅猛发展,对高效能运算的需求日益增加,高频宽记忆体成为了AI晶片效能提升的关键要素之一。 HBM是高频宽记忆体High Bandwidth Memory的缩写,是一种先进的DRAM晶片,对于AI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比传统记忆体晶片更快的处理速度。 而HBM4作为第六代HBM晶片,不仅在能效上较现有型号,提升40%,延迟也降低了10%,成为各大晶片厂商竞相追逐的焦点。 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的数据显示,三星占有HBM市场35%的份额。 为巩固HBM领导地位,为从事代工业务的SK海力士于今年4月宣布与台积电合作生产HBM4晶片,计划在2026年量产。 在此背景之下,三星面对对手与地表最强的晶圆代工厂合作,内心必然是相当紧张。 三星电子记忆体业务负责人李正培在9月初的执行长峰会上表示,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AI晶片的效能,客制化的HBM是最佳选择。 仅凭现有的记忆体工艺提升,HBM效能存在局限性。 它们将结合三星系统、LSI和记忆体事业本部的设计、生产能力和代工厂的制造能力,将HBM效能发挥到极致。 它补充到,他们正在与其他代工厂合作,准备20多种客制化解决方案。 会后,李正培并未回答记者关于与哪些代工厂合作的问题。 然而,正是这提前透露的风声,让不少媒体迅速抓到了新的消息。 据韩国媒体韩国经济日报和Business Korea报道, 三星电子正与台积电合作开发下一代高频宽记忆体HBM四人工智慧AI晶片,以加强其在快速增长的AI晶片市场的地位。 HBM对AI热潮至关重要,它比传统记忆体晶片提供了更快的处理速度。 HBM四作为第六代HBM晶片,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等主要记忆体制造商计划,最早明年为包括汇达在内的AI晶片厂商大规模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电子与台积电这两家在代工领域是对手的半导体巨头,如今却突然达成合作属实令不少人震惊。 在SemiCon Taiwan 2024论台上,台积电生态系统和联盟管理负责人Dan Koch-Patreon表示, 两家公司正在共同致力于开发无缓冲的Bufferless HBM四晶片。 随着记忆体制造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将是两家公司在AI晶片领域的首次合作,真可谓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三星和台积电合作开发无缓冲HBM四晶片,这将是双方在AI晶片领域的首次合作。 在代工或合同晶片制造领域,三星是第二大厂商,与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台积电激烈竞争。 这次双方合作的,无缓冲HBM四是一种消除了用于防止电气问题和管理电压分布的缓冲器的产品。 相比传统HBM设计具有更高的集成度和更低的功耗,能够大幅提升AI应用的效能和效率。 据行业人士透露,这种新型晶片将特别适用于需要大规模并行处理和高速数据传输的AI场景,如深度学习、自动驾驶和超级运算等。 HBM四的制造工艺与前几代产品有显著不同,使其作为一个晶片顺利运行的先进封装方法,也将发生变化。 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逻辑工艺将BASE代基础晶片外包给代工厂,然后通过系通孔TSV技术将其与记忆体集成,以创建客制化的HBM。 也就是说,机后作为HBM大脑的逻辑晶片将由代工厂而非记忆体公司制造。 此外,之前GPU和HBM是水平台列的,但机后很有可能采用将HBM置于GPU上方的3DIC方式。 三星电子的基本策略是提供焦钥匙解决方案,从代工厂的DRAM生产到逻辑晶片量产和先进封装,一应俱全。 同时保持灵活性,允许客户设计自己的BASE代,而不将生产限制在三星的代工厂。 而台积电的独家技术CoOS封装与HBM的集成度提高,进一步巩固了台积电作为CoOS服务主要提供商的地位。 双方此次合作,不仅是技术上的强强联合,也是对未来AI市场布局的重要一步。 对于AI晶片厂商而言,HBM4的量产将为他们提供更加强劲的运算能力支持,助力他们开发出更高效能、更低功耗的AI晶片产品。 而对于终端用户而言,这将意味着更加智慧化、高效的AI应用体验。 此外,三星和SK海力士在论坛上分享了各自在HBM方面的不同策略。 SK海力士目前是辉达HBM3AI晶片的最大供应商。 他们已于今年4月宣布与台积电合作生产HBM4晶片。 台积电将使用其12奈米工艺负责SK海力士Base Day的生产,计划在2026年量产。 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的数据显示, 2023年,SK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各占有HBM市场47.5%的份额。 但是预计,2024年三星的市占将会下降到42.4%,SK海力士上涨到52.5%,美光基本维持不变。 尽管比SK海力士和美光晚了几个月,但据报道,三星的八层HBM3E已开始向,挥达发货。 他们的目标是在HBM4方面与竞争对手取得竞争优势,并计划在2025年底前投入量产。 对于HBM4一代,Trendforce预计三星和美光都将更倾向于将基础晶片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 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于需要提高晶片效能并支持客制化设计, 这使得进一步的工艺小型化变得更加关键。 据悉,三星对HBM市场持乐观态度, 预计今年HBM市场将达到16EG,是2016年至2023年总和的两倍,凸显HBM的爆炸式增长。 三星将于2025年量产HBM4。 消息人士称,三星与台积电的合作将从尖端的第六代HBM4晶片开始, 这家韩国公司计划于明年下半年开始量产该晶片。 由此可见,虽然三星能够提供全面的HBM4服务, 包括记忆体生产、代工和先进封装, 但它希望利用台积电的技术来获得更多客户。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